200多元可以在香港放到整桌都是癡身、熟食、海鮮、甜品 如果你問我在香港什麼最划算 我覺得一定就是放屁 我之前也吃過幾次 所以今天就帶我媽媽 看看她覺得是否划算 Hello 又是我 梅瑞的貓 這間店就是觀塘地鐵站A出口附近的亞太中心五樓 之前也有來吃過 今天是中午來到 還未開市所以需要排隊等位 看到這張菜單上面的所有東西都是任點、任吃的 還有現在期間限定就是這幾款 還有現在這個是最新的優惠 就是1-6的五絲方體 長者就是在248 上面還有88折 也是照舊的 所以這個QR Code 聽說最近也多了一些新的東西 例如這些是手捲 之前是沒有那麼多款的 現在也多了一些是海膽 雞腿、雞腿白爪魚、龍蝦蝦蜷、吞拿魚 接著最重要的就是多了刺食 就是這個金湯蟹和花膠金刺 吉品包汁的25頭鮑魚的花膠成 就是花膠和刺都有的 好了 就來到我最開心的玩意了 就是什麼呢 冷靜點刺身 好 現在就剛剛點完了 先出去看看外面的開放error 有什麼東西吃 看我最近也有榴槤蓉 還有點心飲食 首先這裡當然是飲飲飲飲 連啤酒也是飲飲的 趁著點的東西還沒上桌 也可以過來吃著海鮮冷盆 還有大大龍的滾熱辣燒賣蝦餃 還有飲飲 同樣沒有變 就是這裡都是HARGADAS飲飲食 看看有什麼味道 雲呢拿 奧利奧 還有其他不同口味的甜品和雪條 這裡有這個雪糕機 最好玩的玩法是 就是加完雪糕之後 就去旁邊舀榴槤蓉上去 就可以自己DIY一個榴槤雪糕了 我覺得這裡的榴槤蓉非常好 就是不限量和飲食 超香的這個榴槤雪糕 簡直是真榴槤雪糕 會吃一定是敢吃 水果也是新鮮現設的 等了大概十多分鐘 就全部上齊了 吃了幾次都覺得大型起不會漏單 跟大家介紹一下究竟有什麼 首先就是這個刺身拼盤 真的很大部 機煮鮑魚 很大隻 看起來都已經有味道 少不了的就是大家都喜歡的 三文魚 它在這裡 然後這個很美的 很肥美的油筋魚 還有超多的這個甜蝦 然後這個是醬拔 白爪魚都有的 筆極杯 這份在角落口就是赤貝 甚至還有少少的魚子 去點咀 還有這個是松葉蟹腳 吞拿魚來的 紅色的 就齊了 一共有十幾種東西這麼多 這份就是三蔥爆炒珍堡老虎蝦 這個就是每次過來都必吃的 熱辣辣新鮮的 是乳鮑 花膠鮑魚 這個就是避風糖魷魚 蒜蓉粉絲烤扇貝 是這個三毫來的 大大見和我乾的 都是我的favorite 換髮色薄脆 我記得它之前好像配了脆的豆子 這個就是幫你開好榴槤 也是任吃的 還有這兩款就是剛剛點菜的時候也說過 它現在多了很多卷物 都是配不同的魚和餡料 還有這款也是新出的 金康蟹和 花膠金翅 想吃這個很久了 因為它一上來是熱辣辣的 它的環節面超糯軟 射身真的很香 因為我記得之前在廣州的賓壽司 吃一件這些鵝乾壽司 也要15元 這裡是無限量吃的 我覺得真的是值得 你覺得這個就是200多元的 這一餐飯人均 你覺得值不值得 現在多了很多新的東西 買的東西又大跌了 65歲就更加值得 等我過多幾年 等到65歲就可以再吃了 其實來到這裡最重要 也是最開心的 肯定就是無限量的刺身 這個三文魚真的夠厚折 整公分厚的 看起來的紋味都是清晰 牙色也是很漂亮 很新鮮 好爽 還有這個甜蝦 真的我的最愛 你看它已經幫你剝好蝦殼 不用自己剝 可以說是淡淡肉 還有這種刺眉大一點 就是赤蝦 它洗身會更爽口 還有甜味也是跟甜蝦不相伯仲的 它的名字是很特別的 叫做雙色刺身花 它是單一枝 蝦和三文魚子 結合成一朵花的肉 好 接著來到我第二個最愛 除了刺身之外 我也是很喜歡吃生蠔的 這個生蠔 很香 然後湯汁也很棒 這個也很棒 因為粉絲已經吸收了它的鮮味 這個就是剛剛有介紹過 它是避風糖 它表面上廣闊炸蒜 所以是非常香 你看看這件花膠 好大片 我覺得平時花膠自己做 都是比較麻煩 放牠竟然有得吃 而且這個份量也是很厲害 還有它裡面也有煮包圍 入口也不會覺得很難咬 這個刺身也是特別的 因為它是金剛 所以也有一點鹹蛋黃的味道 還有這裡的榴槤有兩款 有時候是烤三黃 一時是筋枕頭 超香 它真的很甜 那榴槤 大家也知道是多少錢一斤 你就吃榴槤 真的可以回本 吃完東西 還可以試一下這個甜品 上面這些丸子也很有咬口 下面是奶凍味 它是芒果味 令我想起以前許樓先生 吃芒果甜品的感覺 但是我最喜歡都是這件紅肝 最後再吃兩個哈根特斯就完美了 那整餐下來這麼多選擇 248元你又覺得它值不值呢? 好 吃完了 每次吃到這種放題都是飽到無敵的 還有最大的感覺就是65歲以上更值得吃 那就可以試一下帶你家人過來吃了 謝謝大家